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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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竹 莲雾和新疆库尔勒相离的高档食心水果 已经成了人们消费的新宠 也催生了这部分水果销售的增长份额 扫墓必备的供品有这几样 饭菜 仙人生前喜欢吃的饭菜 可以为其准备一份用来祭祀 同时可以向孩子们讲述仙人生前的事迹 让下一代勿忘祖先 纸钱 明钱 纸钱是要烧给侍者的 以便他们在阴间有钱花 烧纸钱时要焚烧干净 香烛 扫墓必备的东西之一 在仙人墓前点燃香烛 也要奉香给看管墓地的山神土地 祈求山神土地守护好墓地 保佑仙人亡灵 素酒 扫墓的过程就等于带着吃食来为仙人过节 所以要向仙人垫酒 酒味扫墓必备 包袱 包袱及扫墓者给侍者带的吃穿用度之物 因为用白纸糊一大口袋而得名 内装明钞 金银 以及各种只做的元宝 衣服 家具等等 烧包袱是祭奠侍者的一种重要形式 将包袱烧了 就是将这些物品送给了仙人 贡品 贡品通常是建议苹果 橘子 香蕉 蛋糕点心 饼干这五种就行 供奉的时候 每个坟墓百五份就可以 有些苹果等贡品 可以并用 大家根据坟墓多少决定总数 水果以各地食令水果为宜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点心可是具体情形而定 鲜花 是每年清明节祭祀中的重头戏 卫士者献上一束鲜花 一个花篮 作为现代人的观念来讲 是再也不过的寻常之物了 既环保又时尚 因而也普遍受到人们的爱戴 虽然清明节还没到 鲜花的销售已成一种井喷之势 鲜花的销售和情人节时 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情人节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局限性 而不像清明节销售的范围广 局限性小 还离清明节有几天 已经有许多的消费者到这来订鲜花 销售最好的鲜花应该是菊花了 特别是黄、白两种的销售量比较大 并且其消费结构也向高、精、尖、美的趋势发展 人们也不再愿意购买经济实惠和价格低廉的鲜花了 这也充分说明 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在提高的同时 对清明这个传统的节日也越来越重视了 近些年来 随着大家祭祀观念的变化 鲜花已经成为了扫墓的必备品之一 如今的祭祀品 还有小清酒、水果、香煮纸钱等 加上鲜花 一个家庭花100至200元购买祭祀品很普遍 近几年 纸扎祭品越来越潮 寿司、电视机、苹果手机 即冲咖啡机、汽车、飞机、洗衣机、按摩椅 内在美都有 甚至连庸人和司机都有 而在网上 你可以发现 祭祀用品的花样更为繁多 在购物网站搜索清明祭品 随即出现几十家网店 在多家网店的销量排行中 苹果手机、平板电脑、豪车、别墅、飞机、游艇等高档 祭品销量不错 比如 在一家网店里 售价为7.8元的苹果电脑手机套装 套装还附带无线路由器和无线耳机 它的月销量已达到489笔 而在另一家网店 标着与真实手机大小相同的苹果7 Plus 月销404笔 豪车别墅飞机游艇祭品也很受欢迎 一个纸扎的立体三层别墅售价9元 月销量833笔 店家还会赠送房产证 一款自称更大更豪华的保时捷大号祭祖纸车 售价35元 月销60笔 还有纸壶的私人飞机 豪华游艇 做工精致 销量同样不低 这些五花八门的纸扎品 让孝子贤孙们可以根据仙人们的不同喜好 随意选择 可以理解人们随着社会物质条件改善 想对仙人有所表达 让适者享受现实乐趣的心情 但过分追求高档奢华的祭品 也反映了当前社会的物欲倾向 这是不正常的 况且 对于保持勤俭节约传统的仙人 这种表达未必合适 也是一种浪费 带着真心诚意 亲自去仙人目前祭拜最好 不必攀比 追求一些精美的祭品 而在购物网站上 也有不少商家开通了代客扫墓的服务 价格多在几百元 高得多达8000元 虽然淘宝网上开通代客扫墓服务的商家不少 但成交量多为零 销量最多的是一家在江苏无锡的网店 月销四笔 售价280元 有买家在评价中说 人在外地回不去 幸好有你们帮我 观察可见 在人员流动日渐频繁 越来越多人成为一厢客的当下 无法归乡扫墓 让很多人心生愧疚 而借用互联网的工具 远在千里之外也能扫墓 成为新兴扫墓方式兴起的现实基础 在专家看来 网上祭祀 远程祭祀这种方式低碳环保 值得推广 但代客扫墓这种方式 却值得商榷 对于代客扫墓 虽然有支持者 但更多的是反对者 支持者认为 社会和科技发展 民俗也需要发展 微信能拜年 也能直播带扫 而反对者认为 代客扫墓偏于商业化 缺乏真情实感 没有诚意 流于形式 代客扫墓有些不伦不类 缺乏仪式感 让兄弟姐妹等 有血缘关系的人 代扫墓没有问题 但让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去代扫墓 不服伦理 还不如自己在网上祭祀 或者在远方摇拜 许多人在扫墓祭奠祖先后 会在户外享受大自然 同时参加春游 被称为踏青 由于每年清明节都在早春 因此通常与一年中 最初的一些温暖日子相吻合 祖先葬在城市 或生活在城市 而没有时间回乡扫墓的人 通常会前往公园 或其他 可以在大自然中度过时光的地方 另一项流行的清明活动 是放风筝 虽然这是踏青郊游期间的 一项流行活动 但人们也会在清明节的晚上 放风筝 彩色灯笼通常在晚上挂在风筝上 这样 它们在天空中穿行时会闪烁 传统上 人们相信它们 可以通过切断风筝的绳子 让它们飘走 而不是卷回它们 来增加它们获得 好运的机会 以这种方式释放的风筝 被认为可以将人们的不幸 带到天空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请记得按赞 分享 以及点击小铃铛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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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